第一就是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 李尚福说的新型大国关系 他们是挺认真的 不管我们接不接受 意思就是他要觉醒了 你不要拦路 那么他对国际法 跟国际规则不了解 那是他的问题 不过对我们来说 我们还是得明白 敌人在想什么 第二呢 这个美国或者说其他国家 对于中共的抵径侦查 或者什么航行霸权 那是因为你中共自找的 你中共自己要招惹人家 然后把破坏国际规则的时候 大家对你抵径侦查 你如果真的收敛的话 其实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第三呢就是美中关系 我们讲一张一词一张一词 虽然说是一张一词一张一词 但是你中共的姿态越来越高 对国际社会威胁越来越大的时候 大家对你压力就越来越大 这是你自己找来的 所以亚太北约化 你会担心的那很简单 因为你的行为造成了亚太北约化 本来北约在北约这个国家 对亚太是没怎么关心的 现在很多欧洲国家想说 如果美国跟中共打仗 我们最好不要卷进去 到时候事情发生 你看它卷不卷 它想不卷就不行 所以问题是 真的是中共自己反求足迹吧 是 胡大哥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李将军在新加坡讲的话 对中国 你听他讲什么 你应该多看他做什么 要看他做什么 跟他现在做的事情 你就看得出来 中国还没有准备好 做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大国 它现在还是好像一个流氓小国 虽然他国家很大 经济很强 可是他的动作 还是一个流氓小国 所以希望中国慢慢地改 真的开始就是了解 国际的秩序 然后其他的国家 能够接受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可以follow 而且我觉得比较让人担心 其实中共它那边 其实做国际法研究 跟国际政绩 其实是蛮厉害的 所以他们应该是非常清楚 但好像变成是反过来 而且是在钻控 只剩进一步颠覆你改定义 到最后神就把它虚无化了 对